大家好,天气慢慢的变冷,也开始准备慢慢的要入冬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期养护兰花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好 这样你的兰花后期才有花看 那么是哪一件事呢? 这件事就是要给它防虫 因为这个时候的兰花都开始长一些新芽和花芽 如果你想要这些新芽花芽能够正常的生长 这个时候防虫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不防虫,这些虫它会危害你的兰花新芽花芽 特别是花芽,导致花芽受损无法正常的发育和开放 防虫的话呢,我一般都是用了这个小白药浮虫胺 它的防虫时间呢,持续比较久 一般呢,可以持续60天左右 使用方法很简单 我们从上面取出一粒这个小胶囊 可以直接撒盆面或者是浅埋 当然浅埋的方式是最好的 我们沿着盆边把这个土壤给它产松 再将这个浮虫胺小白药胶囊把它打开 沿着盆边呢,给它均匀的撒进去就可以了 盆小的话呢,我们撒一粒 如果盆比较大的话,我们就撒两粒 撒好之后,再把这个土给它均匀的填回来 这样呢,就做好这个防虫工作了 非常简单 使用这个浮虫胺,不管是兰花盆土里面的害虫 还是枝叶上的害虫 大部分呢,都是可以进行这个毒杀和触杀的 这样你的兰花花芽才能够盛长的生长发育 直到开花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